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今天的内容可能会稍微简短一点 毕竟如果来得及的话 我想争取做另一部年度回顾系列 那就直接开始吧 云海 无限边境 台湾代理商是艾肯娱乐 最近他们也是忙着给那款神机幻境 努力宣传啊 想争取过年这波红利 而且还联名了那个好想图的IP 虽然我个人是挺喜欢的 也买过好几款赖贴图自用跟送人 但真的也不太希望这些IP跟免洗游戏有太多瓜葛啊 厂商甚至找来的艺人曾婉婷来拉抬人气 这边我先帮酸民留言 个人不论名气 财力 外形都不如他或者其他人 所以如果要攻击的话 希望可以针对影片的内容就好 咻咪 而该艺人前几年曾在新闻稿上有一句话 钱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 加油吧 还是要声明啊 这里并不是要针对他 只是觉得看到这句话啊 很正面 很鸡汤 却也显得很讽刺啊 力之所向 心之所往 水已就造就了大环境 都是这类不管品质的推荐 真的也是不用太意外啊 毕竟比起努力的劳动 更省心的商业合作 来钱也相对容易一点 就算被骂两句也是不痛不痒 这边截录一段 中国那间专作传奇夜游 看完来月系列的品牌总监文章 大致上意思就是 请明星代言本身并不贵 只要能诱导客长不断的处职 马上就能回本了 所以与其说这些厂商是游戏公司 其实本质反倒像是兼广告公司 就像我常常提到的义亨 全名就是义亨数位行销有限公司 所以久久的钱不是不见得 只是进入了某些人的口袋 毕竟 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游戏开发商是中国的纳朵花 旗下早期的作品是在去年上架的养成游戏 胡桃日记 由占有14%持股的投资方腾讯营运 不过明年也准备官服了 虽然说今年腾讯在中国就停运了将近20多款游戏 但作为稳坐全球游戏的老大哥 压根也完全不紧张 光靠一款王者柔耀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外加前几天已经拿到了 从身边缘 特战银豪 宝可梦大集结 失落的方舟等 这几款主打社交型的游戏版号 还有近期在海外发力的 Niggy跟幻塔 真的这辈子 躺着都不用站起来了 那继续聊回那朵花吧 该公司在中国的今年上半年 曾预告发行一款运动类游戏 乒乓 结果马上就被万能的网友抓出来 游戏的UI明显是抄袭了赛马娘 以及PV的动作分镜也明显抄袭了国外的创作者 虽然官方马上就跳出来致歉 说会重新修改 但或许这款游戏就会这样默默的消失吧 他本次介绍的放置类游戏云海 可能就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不过令我意外的是 作为腾讯投资的公司 居然是给台湾厂商代理 实在是不合常理 游戏画风明显是带有吉普利的风格 去年有一款游戏 巴尔多守护者猫头鹰 也是大量运用这风格 甚至还被很多垃圾广告作为剪辑素材 听到游戏的直接选择 老实说看到的第一眼 给我一种半成品的感觉 首先角色虽然有动作跟音效 但却没有对应的特效 就很像电影少了后置一样 观感上有点奇葩 不过目前只是内测 说不定上线前可以来个大翻新 但才刚看内测就急着厨值收钱 到时候真的来得及调整吗 再来是自带捏脸机制也还没开放 这测试也是测了个寂寞 然后人物的建模 真的也是略选初操 虽然明显是想学吉普利 只应用简单的色块跟色调来呈现角色 但别连最基本的光影对名都省了 麻烦把30年前的风之谷翻出来了解一下 而且明明去年还有那款克之谷就摆在眼前了 有现成的作业能操 不好好学习上分 却只想往60分靠起 别以为是想为用户省电降成本 现在的手机真的不差那一点负荷 游戏前期为落影岛 又或者说是根本没有什么指示 只要你玩过挂机MAO或者放置游戏 就能马上知道该做什么 早适合队伍加入以后 就能开启你的挂机放置之旅 内容不多也非常好上手 看角色全自动打怪推图 然后挂机等收益 用户只要专心针对装备 技能宠物去调配即可 主要的战力大头都绑在技能上 比起很多换皮卡牌 塞满课金跟PVP内容 看上去是给用户轻量化的游戏体验 而课金方面除了悦卡以外 主要的课金点就是宠物跟技能了 但宠物功能因为我等级不够 无法完整解锁 这边就只讲技能部分 保底的话是100抽 不算手足的话每次抽约200元左右 也是走纳看似薄利多销的低价策略 但重获的技能除了当肥料吃掉以外 现阶段看起来没有太多鸟用 而整体的玩法上是借鉴了 中国星动投资的公司 曾有序所开发 2018年上架的 不休的乌拉拉 台湾目前代理则是星动的子公司 农曾网路 两者除了美术上日有不同以外 不论从视觉 如在布局上不能说是Ctrl-C吧 至少还用了Ctrl-V 该说是维持原本纳朵花的本色 或者说是继承来自腾讯的血脉 依旧没有记取教训 而纳朵花的核心成员 是来自另一间巨人网路 他们当时就在研发一款内设中 但玩法看上去就是一毛一样的 龙与世界的镜头 未来再继续套用同一个模板 换皮出个美式 韩式 台式 厂商都不用努力 钱就会源源不绝地从韭菜的口袋里掉出来 如果我们再回头看的话 行动过往也有推出类似的挂机游戏 2017年上架的天天打玻璃 虽然本质上这款与世界剑 过去在PC跟网游戏上的玩法做改版 像中国在2014年或者更早 就有类似的夜游开始盛行了 而如果你是喜欢这类休闲挂机 但又不想跟人搞PVP的话 我以前有玩过一款差不多英雄 玩法性质上非常的类似 单纯作为打发实践的话也还算可以 结论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老实说吧 有点想不透这游戏的卖点 比起换皮M&O不够片刻 想卖老色P又不够色 课点不明确 玩法无特色 用户佛系挂着挂着 可能又成为另一款 默默消失在大众誓言的电子垃圾罢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